欸 怪怪喔 妳的表情是不是有什麼話想跟我說 你難道看不出嗎 還要問我 什麼 難不成 我喜歡妳偶像女團妹妹的事情 被妳發現了 就是妳這個老變態 妳剛好說對了這個問題 妳要跟我離婚 再不結婚很尷尬 是你介紹主題吧 婚姻是一場修情 離婚又何嘗不是呢 我覺得離婚這事情 最近大家應該很常都會聽到說 誰誰誰又離婚了 那段恩愛的夫妻又離婚了 大家就說怎麼可能 當初看他們就很恩愛 怎麼會離婚 然後就有另外一群人說 我早就知道了 我跟妳說 看他們結婚的時候 我就看出端倪 妳怎麼帶有氣氛感 對啊 怎麼有個人情緒 沒有 就是看一些社會新聞 原來社會新聞 但是我覺得不管有沒有 好聚好散很重要 我覺得反正大家有緣在一起 結了一場婚 做了一天的夫妻也好 那都是緣分 所以我覺得離婚之後 好聚好散很重要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聊聊說 這個離婚依舊 離婚後依舊堅強的來賓 所以今天來賓只有我一個人 大家好 好堅強 喂 你來賓堅強 這邊就不是人嗎 有 歡迎董哥 大家好 沒有什麼好驕傲的 離婚 只能說是現在人的一個現象 有一個趨勢 真的 而且我個人的婚姻呢 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有一半 百分之五十呢 是跟小禎 不 小禎的另尊 你父親 胡志雄 胡瓜先生 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 真的假的 當初如果沒有瓜哥 我這個婚我是結不成的 我剛剛不認識我太太 是 瓜哥呢 介紹了Teresa給我認識 對 然後我們兩個經過了 半年交往 我們就結婚了 我想妥當 有這麼大牌的這個大哥 大哥姐幫我證婚 幫我介紹 我的婚一定是拜託些老 妥當 永遠和 結果第二年 我的兩個 我們先來介紹來賓 還好我久不見耶 傅天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傅天穎 這個很常治療這些通病的 就要拜託他啦 詹麗絲 大家好 詹麗絲自己是單身嗎 還是你結婚 我有對象 你知道嗎 小禎 他剛剛一直在看我 有對象還一直看我 沒有 沒有 我們節目當什麼 沒有 你怎麼這樣講 這 這隻都快五十幾歲 你還 事實多一點 對 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